武汉肺炎疫情延烧连带影响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原定今年初访问日本跟韩国的计划 日经中文网报导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3月5号下午的记者会上宣布 习近平原定在4月作为国兵访问日本的行程将会延期 菅义伟表示两国政府一致认为有必要最优先应对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扩大 为了使习主席的国兵访日取得丰硕的成果 两国有必要做好充分准备 据了解这原本会是习近平自从2008年以来 第一次以国兵的身份访问日本 借此彰显两国关系改善 给外界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的印象 而此外两国还将会讨论并且定义新的第五份政治文件 为了彰显访问成果 双方判定在武汉肺炎走向平息之后再访问比较适合 事实上3月1号日本共同社就曾经指出 有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在负责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2月下旬访问日本之际 日本方面就曾经向他表示 受到疫情的影响迎接习近平访日的环境 晚上工作有所滞后 当时杨洁篪说将会等到回到中国后 跟领导人讨论再跟日方确认 而现在双方达成一致的看法 目前根据疫情的状况和两国的政治外交日程 双方将会再度调整日期 外界推测习近平访问日本的行程 应该会延后到东京奥运会 残奥会结束之后的秋天 再举行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习近平延后访日 也让第五份政治文件的签署延后 中央社指出 作为中日两国关系的基础 中日领导人达成共识的政治文件 至今为止总共有四份 包含1972年宣布两国邦交的中日联合声明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 以及2008年的中日联合声明 至于第五份政治文件预计处理的议题里面 日本方面关注的是地球暖化和朝鲜的局势 中国方面关注的则是照护跟医疗以及农业 此外中日两国也将会协调贸易规则 由于习近平访问日本的行程延后 外界格外关注习近平访问韩国的行程 是否也会受到影响 韩联社报导 目前韩国外交部表示 将会如期筹备习近平上半年访问韩国的事情 以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下半年访韩的行程 不过韩国外交官坦诚 现阶段会集中所有外交力量来克服疫情 如果疫情无法在短时间之内获得控制 丑化中的外交日程也会随之调整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 5号发布报告指出 中国过去10年在西藏自治区及境外其他藏族自治州 实行所谓的双语教育政策 意图透过在各级学校推广汉语教学 来加快藏语教学消失的速度 综合媒体报导 这份91页的报告 检视中国政府以促进受教机会为名 却在西藏教育权方面打开倒车 藏族的儿童从3岁开始就要就读双语幼稚园 浸泡在汉语的环境和官方宣传 理由是要加强民族团结 这种童话主义的民族政策 在习近平掌权之后正在大行其道 报告指出 中国宪法保障的少数民族享有语言权 西藏自治区早在相对自由的1980年代 就已经实施藏语教育 尽管只有在小学的阶段 但是2010年到2012年 青海省藏区逐步取消藏语教学的计划 引发学校抗议而遭到当局镇压 尽管新政策因此暂时搁置 不过青海省果若藏族自治州 已经在2019年5月宣布 藏语将会在9月开始的新学期 成为各级学校的教学语言 而根据了解 自从2010年开始 许多藏族自治州都爆发 反对学校实行汉语教育的抗争 人权观察曾经报导过 藏区私立学校被强行关闭的消息 而常年推广藏语语言权利的扎西文色 2016年1月被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起诉 并且在2018年5月被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刑5年 在那之前 扎西文色曾经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表示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已经找不到地方学习藏文 虽然西藏自治区尚未发布强制使用汉语的公告 但是过去几年以来当局通过各种间接手段 在学校施压 要求他们采用混搬教学混合住宿 美其名是要促进民族团结 实际上是要加强汉族文化以及汉语对学生的影响 此外政府派遣大量不懂藏语的汉族老师 到西藏自治区的学校任教 同时把藏族的老师调往汉语为族的省份进修 并且规定所有藏族老师必须说流利的汉语 人权观察收集到的资料显示 西藏地区小学中不会说藏语的老师人数 在1988年到2005年期间增加了三倍 还有三万名非藏族的老师 将会在2020年之前被调往西藏跟新疆 而这些举措导致各地小学 在汉族老师比例增加的情况之下 开始选择用汉语教学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生告诉德国之声 中国式的双语教学已经迫使好几代的西藏人 在学校课程里面无法接触到藏语 这个现象严重威胁了西藏人的文化跟认同 也让西藏人很难维持他们独特的身份认同 理查生认为 中国式的双语教学对藏族带来的威胁 也突选了中国政府对不同少数民族推动的汉化运动 已经达到无远佛界的境界 在中共逐渐加强对西藏政治压迫的情况之下 现在西藏本地发起的藏语振兴计划 都会被视为分离主义活动 当地政府往往会用极为残暴的方式 打压参与抗争的西藏人 发起这些活动的人往往迅速就会被政府禁声 美国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才刚告完纽约时报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又要控告华盛顿邮报 他们指控华盛顿邮报去年6月刊登两篇评论文章 内容涉及毁谤 外界分析认为 川普竞选团队提出的两次诉讼 恐会导致川普跟媒体的冲突加剧 综合媒体报导 川普团队日前才对纽约时报提出毁谤告诉 指控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文章 错误暗示俄罗斯官员跟川普2016年竞选团队之间有利益交换 而这次控告华盛顿邮报的内容 聚焦在华邮的两篇文章 一篇在去年6月13号刊登 由华邮专栏作家萨金特所撰写 一篇在去年6月20日刊登 由专栏作家瓦德曼的文章 内容暗指川普竞选团队 跟俄罗斯还有朝鲜有所勾结 据了解川普一直认为 许多媒体对他的报道有诸多偏见 他的黑名单里面还包含了CNN 以及微软国家广播公司 这些经常被他贴上假新闻标签的媒体 路透社指出 这两件诉讼案 将会使得川普跟新闻媒体的冲突加剧 目前华盛顿邮报的老板 是电子商务平台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 华邮负责公关事务的副总裁凯利 发表声明表示 我们对于川普竞选团队 诉诸这种策略手法 感到相当的失望跟遗憾 同时我们也会对此案进行积极的辩护 不过尽管川普跟媒体冲突不断 但是德国之声报道 川普针对他眼中谎言媒体的炮轰 恰好为批评性的媒体迎来了许多读者 为其带来民主红利 报道指出 自从川普在2016年11月8号 诞选美国总统以来 纽约时报跟华盛顿邮报 都经历了某种形式的媒体复兴 在2016年11月到2018年11月的期间 纽约时报数位版的订阅数量 从150万增加到250万以上 而现在大约达到了400万 这是自从2011年 推出订阅版的数位版以来 最高年度增长数字 也是自从纽约时报公司成立以来 所获得的最大年度用户增长量 而这个现象不只发生在美国 就连英国跟巴西也出现同样的现象 目前出现一种相互矛盾的情况是 对右翼极端主义 民粹主义 专制主义扩张的恐惧 导致了更加激烈的政治争议 也同时对新闻报道和内容的需求 都在增加 川普和强森这些国际领导者 都会为报纸和出榜商 带来新的读者 不过历史学家格莱纳认为 这种双赢的局面是相当危险的 因为媒体受益于 民粹主义政客的娱乐价值观 因此会对每一个挑衅做出回应 从而引发更多的关注 格莱纳表示 像川普跟强森这些政治家的挑衅 可以不断制造新闻 媒体不应该对他们 抛出的所有球都做出回应 美中近两年以来 在军事领域展开竞逐 而对此美国空军指挥官表示 假如现在跟实力相近的核大国开战 美国完全有信心赢得胜利 他还说如果有了国会的支援和政策支持 美军也有能力在未来战胜对手 美国之音报导 即将退役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 4号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坐镇的时候 对美军目前的实力充满信心 他说如果美军今年跟一个实力相当的核大国发生战争 他百分之百相信美军拥有赢得战争所需的各项条件 他还强调 如果国会可以支持他为空军提出的预算 以及对武器装备做出的一些取舍 未来指挥官们也可以顺利率领美军走向胜利 根据了解五角大厦二月向国会递交 2021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报告 包括为空军申报大约1690亿美元的预算 这个金额跟今年度的资本持平 也迫使空军在军事装备方面做出一些取舍 包含提早淘汰一些旧款的空中加油机 和一些V-1型战略轰炸机 减少购买第五代战斗机F-35的数量 以换取增加投入新一代武器的研制 包含在本年度为了研制新型远端战略轰炸机V-21 投入28亿美元 古德芬上仗表示 V-21可以在美国和中国未来潜在的交战里面 突破中国的空中防御实施战略打击 不过空军在预算里面做出的一些取舍决定 遇到一些国会议员的反对 南卡州里面有很多公司跟工厂 为F-35提供零件和服务 来自这个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维尔逊 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对空军要减少购买F-35的决定感到不满 他说接下来会以两党合作的方式一起努力 增加飞机尤其是F-35战机的天制 而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 国会参众两院 预计要会新年度国防预算继续召开听证会 为制定一年一度的国防授权法忽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